周一开始鸡蛋的产地价批发价都涨了两块 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 相较于美日台湾的波动比较小 农委会说 今年1月美国以及日本的鸡蛋零售价格 为每颗7.3以及5.77元 相较于我国是每颗5.28 台湾便宜了不少 日本蛋价涨了两倍 美国最高更涨了六倍 陈吉仲说农民要有利润 才有办法提供鸡蛋给全民 现在尊重价格的市场机制 未来不只要在防堵禽流感上降低成本 玉米的营业税减免 也将持续与行政院来争取 让资料的价格可以降低